翻覆的意外 有40年经验的国家级资深教练 跟一位9岁的男童落水溺壁 最新翻覆的瞬间影像也曝光 风帆船一丝是遭遇到怪风 突然旋转了180度侧翻 教练一度下水寻找男童 但是最后双双溺壁 连池台是属于开放式的水域 但有告示说明你必须要穿着救生衣 才可以下水 而检察官相验发现 教练是没有穿救生衣的 而男童穿的疑似是较为轻便的祝福衣 其他的风帆教练就说 祝福衣的福利比救生衣弱 因此发生意外的时候 没有办法顺利漂浮等待救援 20号下午一点多 40年经验国家级教练 带着九岁男童搭乘风帆船快速滑行 疑似遭遇怪风风帆旋转180度 整艘船翻覆 然后突然一个旋转 风帆船翻覆教练一度爬上船 接着又下水找男童 等下会有一个人影上来 看是好像有一个人影爬上船 他那个位置应该有三米 但下面都烂泥 怕了就是卡在里面 意外地点在高雄莲池潭 61岁教练和9岁男童 进行一对一风帆客发生翻覆 男童在300公尺外 找到欧卡失去生命迹象 送一抢就不治 蔡信教练21号 清晨巡获 两人疑似 只穿祝福衣双双逆臂 对岸 然后他从那边出发 他船驶出来之后 突然就转了一个圈 然后就翻船 时机来到联赤潭 告示牌明确标示 必须穿救生衣 才可以下水 改穿祝福衣符合规定吗 他的福利 一定是没有救生衣来的 小朋友的部分 他是有穿轻便的 那个运动用的救生衣 教练的部分 倒是没有穿到 联赤潭属于开放水域 没有救生员 只要扫QR扣就可以下水 没有强制力管理 是否确实穿上救生衣 玩风帆船 国家级教练完全没穿 男童也只穿 不符合规定的祝福衣 真的发生意外 家长悲痛完全无法接受 记得陈山的杨树王 说的A3小组 高雄部导